要尊重廠商 扮演台積電最好的投資的夥伴 事實上 從28奈米調整到2奈米的 或者是3奈米等 所謂的現金製程 其實它的條件當然也會有所不同 現場的條件 那以一般來說 一個廠大概要210到250億 250億左右的這個 美金的這個規模 其實是非常投資 非常的大 那先進製程它也會因應 包括図形運算 還有這個國際晶片 以及人工智慧等 這些運用 它的市場的需求也非常高 那在這個部分 台積電還是全球在技術領先的這個廠商 所以我想我們的工作 就是把我們的投資環境 把它做好 那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們就把這些相關的這些工作 我們還是能夠希望能夠加速台積電的這個設廠 確保沒有任何的風險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我想 其他的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 雙年雙語都還好啦 大家都是為了高雄能夠更好 習慣就好了 好 謝謝 謝謝